有网友咨询 在未来五年 马来西亚房地产有什么机会呢? 我有一个习惯 每年都会关注一下世界各个城市 或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地 在这些数据里 可以得到投资房产最初始的参考 大家可以记住这一点 那回归今天的主题 未来五年 马来西亚房产有哪些机会 我总结下来有三点 尤其是最后一点 大家一定要耐心看完 第一 机会肯定是在主要的城市 马来西亚不是一个大国 所以主要的城市也就三个 首都吉隆坡、槟城和新山 哪一个城市有大量的新人口 哪一个城市就有大量的产业迭代 这样的城市新区就有潜力后进族 第二 就是有人口跟产业进入的都市圈 马来西亚城市化在2020年 已经接近80% 随着人口的城市化提高 会出现像日本的东京湾和美国旧金山湾 一样的大型都市圈 这里肯定有人要问 为什么是都市圈 都市圈就是 之前在吉隆坡前世今生里说过的大吉隆坡计划 还没有看过的朋友们 可以回到那个视频去看一看 在大都市圈里找到对的项目是可以入手的 最后一点就是支援整合且有一定特征的新型地产 就比如 TRX金融中心多元性且把生活所需综合性的开发在一块 新一代是未来购屋的主力军 他们向往着美好方便的生活 所以这类的房子我强烈推荐入手 那么他们有什么特征呢 这类房产一般都会有着地标 且离原本的市中心是无缝衔接的 大家对未来的房地产有什么样的看法 或者想听听什么样的话题呢 欢迎留言和私信我 海外资产配置我相信你也做得到